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加拿大恐怖惊悚电影《鬼声波》 电影开始凯莉是一个超自然现象怀疑者 因此她并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鬼的存在 所以为了证明这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的存在 凯莉就开始通过用声波来进行所谓的抓鬼 以此来证明事物的存在 都是有理有据的 从而让所有闹鬼传言不攻自破 与此同时凯莉还会在社交软件上更新自己的抓鬼进度 并因此拥有了一帮无神论的粉丝 这天凯莉照旧上网时收到粉丝发来的一封私信 粉丝在信里告诉凯莉有个废旧的车站在闹鬼 还传给一张小女孩的照片给凯莉 于是凯莉看完后就立即打了辆出租车前往车站 在车上司机还好心地告诫凯莉要小心 因为自从有个女人在车站自杀后就一直在闹鬼 凯莉并没有回答静静地听着司机的话 不一会儿就到了车站 凯莉下车刚走进车站时 就立刻强烈地感觉到耳鸣一阵刺痛 尽管如此凯莉还是依旧强忍不适继续往前走 这时空荡荡的车站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男人告诉凯莉这里有鬼很危险让他赶紧离开 但凯莉立即反驳了男人的话坚持要留在车站 可就在凯莉还没反应过来之际男人却不见了踪影 于是凯莉只好在墙边坐下 拿出测声波的仪器测量 很快仪器上就显示出这里的声波十分异常 突然间凯莉因为受到了这里强烈声波的干扰 开始出现了幻觉 她先是看见了一大片的血水 随后又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嘴里飞出飞蛾 受到幻觉惊吓的凯莉很快清醒了过来 由于身体在声波的影响下变得十分的不适 于是凯莉打算收拾好东西离开车站 却意外地碰见车站的修理工 修理工告诉凯莉这里之前其实是埋葬流浪汉的地方 所以这里有很多的孤魂野鬼在飘 让女主快点离开 修理工的话刺激了凯莉 于是凯莉决定继续留在这里查清楚真相 随即又回到原先的墙边 凯莉突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还梦见了她先前收到的那张小女孩照片里的小女孩 在向她求救 凯莉立即就惊醒了过来 但那细细呢喃的求救声仍在凯莉耳边回响 这时凯莉看见声波仪器上出现了次声波 在次声波的环境影响下 人只能待五个小时 因此凯莉必须抓紧时间找出真相 与此同时 一名警探也突然出现在了车站 警探让凯莉尽快查出真相 凯莉不明白为何警探会如此迫切地想要她查出真相 但警探似乎不愿意在此多交谈下去 但很快警觉的凯莉就从两人的交谈中得知了警探的身份 原来她就是那个让自己来车站的粉丝 立即察觉警探不对劲的凯莉将警探骗进一间小房间锁了起来 突然凯莉看见墙边出现了一道模糊的身影 又吓得赶紧跑到了一间写着精神病的房间躲了起来 此时已经过了四个多小时 凯莉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这时凯莉忽然看见墙上的字 才惊觉 原来近站遇到的男人和修理工都是鬼魂 而这时修理工也突然出现在凯莉身边 她告诉凯莉 他们知道警探曾经做过对不起她的事情 所以他们在那个小房间里已经帮助她解决了警探 至此也希望凯莉能帮他们离开这个困住他们的车站 说完修理工便离开了 这时凯莉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小女孩 凯莉跟着她一起来到了声波聚集的中心 学了网上的驱鬼仪式之后 便开始做法驱走这些被困的鬼魂 一瞬间一群飞蛾飞出来车站 凯莉看着鬼魂们都离开了 也独自出了车站 而此时凯莉的丈夫来到车站外守候着凯莉 电影最后凯莉将自己梦见小女孩求救的事情告诉丈夫 但丈夫却告诉凯莉 那个小女孩其实就是凯莉 原来凯莉曾在八岁时就遭受过警探的虐待 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还为此住进过精神病院 后来经过药物和精神的治疗之后 凯莉的病才得以好转 虽然凯莉忘记了自己遭受虐待的事情 但是却幻想出了自己有一个受到虐待早逝的妹妹 艾米莉还一直在生活中跟丈夫和母亲 时不时的谈论艾米莉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